实际上生活中 大家来说的话 每一个人的贵人都不一样 很有可能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 你的贵人 是你生命中的一个拼图中 缺失的一块 反正我 我的话 我看这个剧 跟人看小说 就是有一些触动我的点 可能不是这个导演 他想要去传达的部分 没错 你现在在上海火的 也是和平饭店 也会火的是27号 你会火的是排骨年糕 对吧 你说大家会去考虑 那个时候的股市 真正的跌量起伏 商战里面的一些 所谓的这些手段 那个拍的并不真实 而且说实话 本身就是捆着手脚 在拍这样的剧 对吧 你拍的一件事情的主线 那个王家卫再厉害 他要过审 他也不可能说 完全按照他的想法 去表述去传达 对吧 这个是正常的 我对这个剧整体 我并不喜欢 就是没那么喜欢 我觉得是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剧 但是你要是被大家 吹成那种神的话 那我的感觉是 我是喜欢漫长的季节 这样的剧的这种人 我发现喜欢漫长季节的 这个剧的人 绝大部分都不会特别喜欢 像这个繁花 就是不会那么喜欢 但同样喜欢繁花的 又绝对都 基本上都看不上 这个漫长季节里面 这还真的是 没有没有 我觉得像 他既然叫繁花 而且包括像看那个 金宇成老师 他的那个原著的话 他那个里面的话 就是上海 就是他是 什么样的人都有 形形色色 人间百态 他的书我没看全 我翻了翻 因为这两天的时候 大会就翻了一些片段 我觉得书里边 要踩到你里 这身很多 这个片子 我的反正 我说实话 没看全 我说我老婆 从头看到尾的过程中 我看了大概一半 多一点那样子 所以说有一些地方 可能也不太连贯 我怎么说呢 我不烦 我并不烦 但我不是那么喜欢 而且我不是 就是像大家吹的 就是目前在网上 那个火那个程度 你每一天的 所有东西 都可能跑到这双双 就好几条那种感觉 我是没有的 因为比如说 我在那里边 我是觉得 就是每一个具体的演员 在他演他具体的人的时候 我觉得都基本是在线的 就包括胡歌 可能那里边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胡歌 演的在那里边 相对还不是最 还偏差一些 但是演技都是在线的 但是这个剧本 真的在我来看 无论是剧情 还是剧本里面的 这个逻辑线 这个情绪线 就给我的感觉 就不是 不是很流畅 就是不是很值得 经得起推敲 这种感觉 另外一个 我在上海 正好是那几年 就是上海人 一直就比较喜欢 这个剧里面 所传递出来的样子 一种感觉 就是包括 这剧里面很多人 是确实很 很符合 就是很多上海人的 这个形象 但是我觉得 他没有深入挖到 这个 就是这种表现 真正背后的 这个驱动力 怎么说呢 就是我觉得 就是有形 没神 我会觉得 就是说 其实上海 分成好多面 非常 但是非常丰富的 但是这个 具有一些标签 就是说 有一部分上海人 他可能 就包括很 就是我觉得 就是说可能 很多人也 分成这个标签 很多人会愿意去上海 也觉得是一个 那样文化的 小资的 然后是 是那样的一种 感觉的地方 但是可能 可能这个标签以外 就像这个金女生 他在这个 131的时候 他里面就说过一句话 他说这个 但是他说的不是 不是上海 他说的说 我们把一个人 就是说我们动不动 说这个男 这个男人是渣男 就把这个 就是这个 那个男人是渣男 就是我们会容易 把一个标签 然后给他涵盖了 太多的 各种各样 不同的人 说把很多事 给他简单化了 就是可能 可能这个 很多的事情 他是有多种多样 非常丰富多彩的 但是这个 繁华的这个剧 有点小讽刺的是 这个剧 其实也是 把这个上海的 这个地方 给他标签化了 就是我会觉得 他可能也不是 所有的上海人 或者说大部分上海人 所期待的 就是想要的那种 上海的感觉 就是如果你 你不去考虑更多的 从信息 从剧本 从人物的 这个内容的一些细节 上面去做这个东西 就 怎么说呢 还是比大部分 中国的剧强 但是给我感觉 就是封城是远远不够 我可能是从一个 这个时代 然后从一个 在做一些事情的人的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按理说 比如说他在说 这个90年代 然后这个 一个分斗史 按理说是 应该还是会感兴趣的 但是 但是可能在这个 看的这个过游当中 就是 你感觉不到他奋斗啊 你感受到他奋斗了吗 我没感觉到他有什么奋斗啊 我没感觉到他有根 所以说就是他 阿宝和宝总之间 是割裂的 就是他总是嘴上说 他是阿宝 大不了我就回去做阿宝 最后他做了阿宝 可是阿宝是什么 你还是不知道 阿宝为什么一定要 就往上走 耶稣打动他的是什么 他打动耶稣的是什么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没有交代的 这个剧吧 我认为可能 在这个时代来看 他毕竟是 很多的这个 这个名家大师 然后给他凑在一起 做的这么一个作品 他肯定是有市场 但是呢 可能他是 确实无法成为一个经典 就是他在 经典上不上 那你可以看 这个东西 我的感觉啊 我的感觉 那个不如我看过的 一个美剧爽片 叫那个 那个那个 后遗骑兵 飞的王飞的剧 对 我是觉得 那个剧里面 对所有的线索 对那个东西的推进 那个程度 是一个 它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大女主的爽剧 但是我感觉 人家那里面的线索的把控 那个推进速度 各方面的 比王家卫 做的好 我的感觉 王家卫 把这个三十集的片子 要压缩成了 十几集 十来集 然后呢 在里面去仔细 再去考虑一下 所有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人物的情绪线 情感线 和这个 这个 这些东西 也许能好一些 我的感觉就是 情绪渲染 能力很强 但这种情绪的 真实打动力不够 对 这个 这个也是 我觉得遗憾的事情 就是这个 有点像是 一个人 就是拍了一部剧 然后感谢 或者说是 表达了一些 他的感慨 他感谢 也许说 他感谢 自己的人生中 出现过 一位像爷叔这样的人 这样的贵人 然后也感慨 自己的 一些感情经历 但是我作为一个 我对那个时代 不了解的人 看了的话 我看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我看完之后 我还是对那个时代 没有增加什么了解 就是这个 而且 我觉得它里面 主线大部分 都通过一个 冷冰冰的旁白 19几几年 中国的股市 那个遇到了一件 什么样的事情来推 其实这个东西的手法 也不高级 就是换一句话说 你并不能够真正的 把这个 这个背景 融入到这部电影里面 去 你每一次到 到比如汇率改了 什么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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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那个股市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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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查什么 什么事了 所有这样的事情 都需要去让胡歌 在旁白的过程中 去描述 你 你并 然后你在剧里面 如果你把这部分给去掉 对吧 你把这部分旁白给去掉 你看不出来 这些东西 对人物每一个 产生那样的 所谓的心理 行为 上面具体有什么样的波动 和影响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些东西 我的感觉 就是他小的地方 做得很好 但是他小的地方 连在一起以后 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 一个死景 这种感觉 他小的地方 做得好的部分 杨哥觉得是哪部分呢 他比如说 打个比方来说 你像是那个 那个 那个谁 那个 就是演夜东京 那个老板 那个 他演那个上海 那个老板 那个劲儿 包括那里面的一些东西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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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递的还是挺好 然后那个 像比如说 怎么说呢 就是每个人 他这里面的 他不是一直强调 说一个腔调吗 就是上海人 以前确实特别喜欢 这个词 就是给你的感觉 有上海味 这个确实是有 但是 有上海味 就好像我去一个 川菜馆 我觉得 有川菜味 和它是一桌好川菜 是俩感觉 就是很多人都去 有很多喜欢繁华的人 里面好多所谓的 这种具体的 这个东西也说 他说哪句话代表的是什么 他动这个东西代表的是什么 他拿那个道具代表的是什么 可能都有 因为我觉得王家卫 可能有这水平 但是主线压根 没搭上 没不通 那你所有的东西都 就是 就是我说的 就是全把功夫放在细节上了 就你 你去代表的是 你佛家里面的哪一个词 你这个代表的都是什么 那个人的衣服又代表的都是什么 但是主线呢 就是人家排 那个交付二 就一个 那个时候 还是要把交付之前经历过这些事情给表达出来 那你才知道这个交付 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情 这种境界 你整个片子里面一个保种 到后来以后感觉就是温吞水 你是给他塑造的看起来 什么东西都挺沉 沉得出气 能拿得多 但是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 我没觉得 他不通 因为耶稣给他打造了一下 不是啊 因为你们看到最后 耶稣到后来是退出去的 耶稣在里面 到后期对他是没有影响的 而且耶稣 你看的时候 他的人设也是割裂的 一个那么 那么能够 能够对这种大的事情 能够去把握脉搏的 能沉住气的人 他去27号的时候 因为人家对他不礼貌的时候 直接当时就会 就会耍小脾气 然后呢 你会对一个 去 就是做那个牛仔裤 那个卧马 那个单子 一共加在一起 最多也就是撑死也不到百万 你这边 你保总的资产是 描着上亿的 你对人家一个 刚入行的一个小姑娘 用的手段 用到那个极致的程度 那我觉得 就本身 就是和他这种 大开大合 你应该能够 能够去做 做掌懂大事的人 那种状态 他就不合理 对吧 确实确实 我觉得杨哥 刚才说的这部分 可能比我 就是看整部剧收获还多 他这个收获 在于能引发人的一些思索 是吧 但是说这个 王家卫导演 他应该不会 不会到 就是说觉得 就是他做不出一个 能引发人思考的东西 所以这里面 肯定有一些深层复杂的 但是我觉得 比较可惜的点 就在于是 觉得 如果是 王导 他拍出来的东西 也是一种 像是一个 那种摆拍式的爽剧 觉得确实有一些遗憾 对啊 就是因为他是王家卫 摸镜王不应该 只是这些 这是我们的共同感觉 现在这个时代 他可能 我觉得也是 有一部分人 可能是各种摆拍 我觉得以前的话 可能大家很多 以前可能很多人会去嘲笑 说你看大妈 大妈就喜欢拿这些花去摆拍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 这种感觉 它可能是一个 不分年龄段 然后各个年龄段 其实都有的这么一种行为 在人群当中 有一部分人 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 还有一部分人 他不是这样的 他还是 是会想要 创造一些美 然后去 就不是说 只是在一些美的上面 然后摆一下 有那么一个氛围 就好了 但是说 看了一下 繁花这个作品 那我觉得 这感觉是 有一种 有一种 这个 传递出了一种 这个 看起来是很美 但是我觉得 传递出了一种 这个 这么一种 像 就算是一种 这是我一直 对王家卫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王家卫的片子 多少有点颓废 他这个 他这个颓废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就怎么说 就是说 颓废 它可以是 它也可以是不丧的 但是丧的话 是有一种 就是这个 他虽然说 王导一句话没说 虽然说什么也没说 但是 看到的是一种 就是摆一摆 就挺好的了 就是会 感觉到这么一种 声音 我的总体感觉 就是信息的 联关度 完整度不够 信息量不够 就是 就是那个情绪呢 呃 比 就是我的感觉啊 可能比 它预期的 价值要低 换一句话说 我觉得就是 视觉感 我觉得可能就没有 预设出 其他的价值 比如说如果 如果说 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人的发心 是能感受到的 比如说 他里面是不是 有一些这个 注入了一些 这个能量 就是说 这些看的人 他能 他能够感觉到 在传递 真的有价值的东西 给我的感觉 就是 他对那个时代 无比留恋 嗯 我的感觉 是他对那个时代 无比留恋 然后呢 但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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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恋的一些东西呢 就是给我的感觉 我并不喜欢 但是他觉得说 他是对这个 过去那个 上海 那个时代的流恋 还是说 我觉得不光是上海 那个90年代 实际上 包括他自己 对香港 那个时代的流恋 王家卫 自己活的时候 就是从90年 那个时候开始的 我觉得 我觉得是 我觉得可能是 对他过往的 一段这个 黄金岁月的 一段这个 也像有一些人的 这个自传 就这个自传呢 并不是说是 真正的一个 客观的回忆 比如说像这个 王庚武先生 写的那个 《西南集市家》 他在看的时候 他他他不是说 我写了一本自传 然后来这个 就是就只是说 你看我之前 这么好那么好 就有点像 就是说到了 一定年纪在酒桌上 我们这个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也容易干的事 就是我当年 就说起来 就想当年 就是 就是我的感觉 就是 就是和你说的类似 你比如说我看那个 我看那个 莫言写 那个生死疲劳的时候 给我感觉 就是我夜里睡不着觉的 一定要熬夜去看的时候 就是他 他他里面有一些地方 可能文明性 也不是那么强 但是他那一系列的 场景的设置 就包括你可能体验过 你没体验过的 从文革之前 一直到后来 比如说 就是他也会去写这些东西 然后他写的呢 也是有好多负面的 有好多那什么 但是你仍然能感觉到力量 因为你在里面 你哪怕是挣扎 人也是要去挣扎的 传气 但我在繁华里面 看到的怀念的 都只是机会 就是那个时候 如果你有机会 你什么都可以 一页就改变了 我觉得 起码从社会责任来说 不应该鼓励 每个人都是靠机会的 就机会可以有 但是你现在看到机会 出道的所有这些东西 与其说是说 鼓励靠机会 我是觉得是有一种 就是说 我觉得比如说像 比如回到 比如刚才王公武先生 写的那个 他的那个传记 他是想分享一些 他的这个人生智慧 给这个后来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 还是让人很感动的 然后这个 像樊花的话 就感觉就是说 就还是刚才那种感觉 就是说 我没有看到 就是对这个 对这个未来的 有所期许跟期待 因为如果有期许跟期待 我觉得会愿意说 分享一些这个 就是这种这种 这种智慧 就说这个智慧 不是用嘴说说 这个智慧 比如说用一些人物 比如像杨哥 前面分析的这个 这个他怎么会有 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就说他如果给他 给他就是认真的 去把这个人物的 这个发展脉络 给他呈现出来的话 其实这里面就包含了 那作为看这些剧的人 他虽然这个事 讲的是90年代的事 但是对于后一辈的人 哪怕这个 哪怕说最后 这个人他是失败了 但是他失败 他也有他失败的 这些东西 可以让我们去 去反思 现在这里 看那个了不起的盖茨比 就是这样子 对吧 所以说了不起的盖茨比 也是被人去评为 那个美国二十世纪 最受欢迎的 那个小说嘛 就是你不是每个人 最终都一定会成功的 但你无论你是 写的成功 还是写的失败 你无论他折射的是 一个什么样的 社会环境 你得对今天 能够给予一定的 就是这个 能感觉到一些力量 才可以 对吧 我觉得 我觉得墨镜王吧 在这里面 他应该就是 香港发展最快 那些年 大概比如80年代末 80年的中后期 一直到90年代前段 应该是他 他也是特别怀念 那一段 中国上海 那些年 九几年从开放 一直也是类似的 就是他会给你带来 大量的机会 你有很多 就是属于这种 大概可以一夜之间 一年之间 那个几个月 你就摇身一变 你就变那什么了 但是我 我个人是特别 特别不喜欢 这种 就是这个 这个阶层的变化 因为说实话 那个上海 那个时候 有好多 这个这个人 确实因为上海 那时候 你都不用炒股票 你去弄那个 那个去去去领 就是那个股票 他不有认购 那个证吗 对吧 就排队卖那个证 那个都在上海 都有好多 但是你去看 前期挣到钱的人 绝大部分 就就好像 我们现在听不到 有哪个成功人士 听不到有哪个幸福的人 是因为自己 中的彩票是一样的 就是不说中国的 中国彩票的新闻 可信度不可考 你在国外也是一样 因为我我总感觉啊 就是你你一个人 在去做什么 得什么 这个过程中的 这个这个比例 就是你你所付出的 无论是智慧 你付出的汗水 你未机会所投入的 这个这个经历和心思 都是成本的 你这些成本 都没有多少的情况 你得到了一定是放纵的 人性这个东西 是你避免不了的 所以说他这里面呢 他繁花这里面 他是把保总给塑造的很好 因为他拿那个佛家 那个空最终来 来去描述他 就是他已经看穿 这些东西了 所以说他可以不要 对吧 但是问题是 那你仍然是你煽动的别人的 大家的这个这个心里面 痒都是什么 对吧 我手里面但凡有这些东西 我就可以加一个杠杆 我我自己就可以换来什么 我我对这些东西是真的是不感冒 我然后呢 你那个那个片子里面 你先把医力 我觉得我觉得就是说他 就是说其实他在在这个 呃表达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我相信呢 就是说这个主创团队 应该也知道 就是说接下来就是就是这个保总站 是不可复制的 也就是说我觉得他也没有想说 对于对于这个 不是我知道啊 但是问题是你可复制能够打通的 那里面你那个看到的平民 就是有一个跟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店里面老板 那个那个投情的一个女服务员 然后被人打了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为了发财 欠了一屁股债 那么老板也欠了一屁股债 然后你其他的平民都在哪 哪个人在做出了什么 我是觉得他这里面的群像不够的 上海人很努力的 那个时候哪怕要刷盘子出去 到到国外去挣钱 那个我我要考那个那个托福 要考那个那个什么雅思的 都是从上海之前开始的 我哪怕高中毕业了 我就考这个东西 我也一定要出去挣钱的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这种小资 可能让别人看起来是那样子的 但是你骨子里面有些东西 上海人很努力的 是很拼命的 就是这就是一种 这我觉得就是一种 传递出了一种像的感觉 就是说他没有去呈现说这个 我是觉得就这一部分缺嘛 你最终你来看当经理的人 或许就是神经理 对吧 你以前是大佬 你到这个地方 你就能玩赚一个店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原来你是服务员 人家给你个店做不好 但是你回头转身一努力 你只要想 我这边一生气 我这个店马上就起来了 都在哪里呢 你的挫折呢 你自己在里面的辛苦呢 你在里面你负的心思呢 全都不具体的 看完之后觉得 那会真好 现在没戏了 就是所以就有一种 套着一种像的感觉 比如刚才样格来说 比如说那些普通的上海人 他的这个奋斗历程 如果说有人拍一拍 我就很想看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就是这个 那他一步一步的 就这些普通人 那他 这些普通人在里面的镜头 就是那个被股票被操纵的时候 涨了大家拼命去抢 跌了大家拼命去哭 基本就是这样的 不会的 哪里是这样子 上海上海那个时候的人 很努力的 是啊 他可以表现的 他为了让别人觉得 自己不很努力的 有可能 明白吗 我会让你觉得我很厉害 我就不 我不让你看到我努力 但我每个都很拼命的 嗯 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看着看着这个 越看保总越来一气 越看保总越觉得没希望 但是我不喜欢他那个保总 还有一个原因 我觉得就是以前 鲁迅说那个 那个诸葛亮 那有一句话嘛 叫壮多志而进腰 我觉得这个片子里面 为了塑造他的 那个状态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他 对这些方面 他自己看起来 好像清静如水 然后他所有 所获取的能量 能够比别人 预见到更多的东西 你是找不到来源 你是找不到线索 嗯 他就是比别人见得高 他就是比别人看得远 这个感觉就 我就不喜欢 然后呢 他又跟这几个主角的 这个感情 我觉得无论是哪一方面 就是那个是 你做的东西 他如果特别有天赋 我觉得是让哥是这样 如果他确实是一个特别有天赋 他不是啊 他是说一个那个 对啊 那就是说 我是觉得这样 就是说如果这个去 他可能是 就是我觉得首先 就是说哪怕一个很有天赋的人 他也也不会一帆风顺 一帆就是 就是马上这个耶稣出来 然后就开始打造他 也不会 他可能会承受更多的这个 更多的东西 如果是一个有天赋的人 他可能 从小他就格格不入 从小他可能就受排挤 那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 其实也是很现实的部分 就是 就是但是 但是像样哥说的 他他确实是这个 顺风顺水 然后想到也特别大明白 就是这个就 就是 确实我觉得 嗯 看看就好吧 对啊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 当然也不说只要有天赋 肯定从小受排挤 因为有一些天赋 不是 但是我说他一定有立场 他 他比如说 就是我觉得 就是当 我觉得这 这时候要跟有天赋的人 我觉得也要啰嗦一句啊 就是说 就当你这个天赋 就是就是在这个 对于大多数来讲 能让他感受好的时候 确实感受好的时候 那这个是不受排挤的 是好的 但是比如说 当某一天 你这个天赋 开始让 让让周围人觉得 你 你活着只能显示 显示别人的这个 别人的低能的时候 那就要小心了 就是就是 所以就是说 有天赋的人 要这个客观的去看 那你不要觉得说 哦 我有天赋 我比别人强 然后然后这个 大家都应该去帮我 就绝对不是这样的 嗯 我觉得 嗯 是 但是反正 我的感觉就是 阿宝和宝总 就 这个 就是就是一个 一个是属于开挂状态 一个是属于 试然状态 然后就是比别人高 无论是那个心态调整 还是个人能力 然后这里面的能力呢 动力呢 来源呢 就是包括他自己 那个道德水准也高 那么这些东西的来源是什么 为什么 他为什么会 能够做到坚持原则 他为什么能做到 去去去那什么 就是从小天成大度 这个说不过去的 他一个 那那个时候 跟那个那个女朋友 坐公交车 都会不买票 可以不买票的 对吧 这个东西 觉得如果样格去编的话 我觉得我会 我会津津有味的 不是 我肯定编不好 就是提一件容易 那么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那一上嘴唇 一碰下嘴唇 就可以说出各种各样的 我可以拿好莱坞最好的片 都会能挑出毛病来 就是跟人家拍的 这个 这个 远比我们的要飞劲的多 要平衡 重置去各方面的 我真的不这么看 因为 因为我不才吧 也做过编剧这种行业 我是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影视这一块吧 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误区 就是包括有时候 我们在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去问一些意见的时候 就其实也有这个误区 就是很多时候 大家会 大家会觉得 就是 会觉得说 我 我没有专业去 我不是科班学的 那我的 我的建议呢 就不专业 然后那 从业者 其实也是 他会有这种 他会有这种论资牌 你是 你是不是专业学的 然后呢 你是哪个学校的 你是就是 就这个 就说很多东西 他会变成一种行活 就是 但是说可能 可能这个 就比如说写出 就说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写这个 写这个小说 繁花的这个金生老师 他不是专业学习写作的 他是 对 但是他可能确实是做了几十年的 这个 这个编辑 但是说就是去细数 他的这个人生经历的话 可能 可能是因为这个 他非常有人生经历 所以他在 他在观察 他在看的时候 然后才能够这个 就是 就是给他 给他编好 然后 但是我们 我们现在我们国家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编剧 包括说比如说 一般电视剧的话 电视剧的这个编剧 写的是谁 但一般的话 都是下面会有很多的 这个人去 帮忙去代写 然后比如说这个 总编剧 他是出一个大纲 然后底下的人去给他填肉 但填肉的这个过程 很多时候 行活就上了 但是这个行活一上 其实 就相当于 就是这个 这个真正的观察 也就 也就没有了 嗯 所以说回来的话 像一张哥 刚才说 觉得如果自己去编 不一定能编的好 我 我 我倒是觉得 如果我们的编剧 编剧行业 如果可以让真正 更多的 有生活乐意的人 能够参与去 去 去编的话 可能会出更多的好作品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呢 因为这个 就像是说 你会触碰别人的利益 对 这个是一个问题 就有点像 这个 对 就说这个 在这个 包括各个学科 包括各个领域 它都有自己的这么一个 就是领地问题 在这个领地里 这边是成体系的 然后分配进来 是这么一 是我的这么一个体系的人 然后我去用它 就最后导致 导致可能这个 可能这个利益 是分配的很好了 但是呢 东西确实做的不好 对啊 那所以说嘛 就是 我才叫学乏 就是 杨哥知道学乏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中国实际上 影视里面是这样子的 你做道具的头 那么你是拿到 你自己做道具经费的 但实际上 他这里面 他要去想 自己这边怎么样 能拿到最多 那实际上最终 可能演员 用到的道具 往往都可能是较差的 那么演员 如果在这方面 或导演的这方面 又不够专业 你的管理 又不够专业的情况下 最终 最终影响的 就是观众 然后呢 这部分的投资 进去的 这个制作的费用 实际上都被中程 各个给吃掉了 我见过一手刀狼的人 就去讲嘛 就是实际上 为什么他不在 那个影视圈里面 去接着做了呢 他就是做道具的 就是因为 你如果你让良心去做 你是为了提升 剧的 那个 这个最终的拍摄效果 对吧 那么你道具 你一定做的 越真实 越能展现 那时候情况越好嘛 那样的话 你就会触碰好多 那卖工的 卖剑的 那些人的利益 对吧 就会触碰到好多 原来在这圈里 人家就会挤你 就是这样子嘛 就是像为什么 那个流浪地球啊 像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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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我还比较喜欢 那个叫什么 那风神啊 像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他们实际上 打破了这个圈子 他们实际上砸了好多 就是 所以说圈里边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评价这两部片子的 很有很有趣 就是电影圈里面 去评价这两部的 很少 不发生 因为你很难说到不好 对吧 然后呢 说好嘛 他自己又不甘心的 因为实际上 这个背后 每个人都代表很多的 这个利益群体了 对吧 所以说 这就很复杂 对 就是包括 你说电视剧也是一样的 电视剧从投资到剧本 这个 这个这些所有 这里面有好多讲究的 对吧 你说 像我说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压缩成十几集 压缩成十二集 但别管人家挣不挣钱 那是人家的事 你压缩成十二集 就意味着少了多少道具 少了多少场景 少了多少群众演员 少了多少 这过程中 我觉得是好的 我觉得电视最终剧拍的好了 一堆人可能没准时间 路上拿板准准没拍我 对吧 对 就是这个东西 就让我又想起了前段时间 就各行 现在就是可能各行各夜 这一点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就是形成了太多的这种法 大家如果感兴趣 非去了解 非去了解它这个学法 就各有各的山头 对 就说过这个 这个这个编剧这一块吧 就是我就记得 这个以前做编剧的时候 然后曾经在编一个作品 然后同组的这个 就是我当时也是那个不懂事嘛 就是老实要说 说我做这个东西 我得对这个观众负责呀 我一说这个的时候 周围的组里的人就开始皱眉头 然后就就后来就就看我皱眉头 我还发现不了问题 就是干脆直接跟我说 说你不要老想观众 你说观众其实 就是就是这个这个 呃 观众没有想 就让让让你让你去负责 就是你要想的是谁 谁谁是那个 花钱 对 化酸也没说这么直接 因为可能觉得我智商应该还不至于 然后就反正也点了一下 说你要想的是谁是给他们发钱的 就说这种情况 这是同组的这个评级的人 去跟我说 就是呃 但是我没有听 我非常 我非常那个 我非常这个这个 这个幼稚的 没有听 那么接下来再跟我说的 就是这个上面的人了 接着我又坚持 就是说我觉得这块 我和上面的人 我非常天真的说 我说我是不是为了这个观众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 呃 这个这个部分还是应该表达一下 然后这个上面的人就直接说 说牛羊 你要是 你要是这个 你要是在这么执迷不悟的话 就给你穿小鞋了啊 就是就是就是这样一通下来 呃 基本基本上就是大家也就都明白了 就是你可能编东西的时候 如果你要是强行非要为观众负责 那你就你就那个没有办法为自己的这个这个 这个生计负责了 呃 所以所以这个剧呢 就虽然刚才说了他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主创 肯定有各种各样的一肚子的苦水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那还是要说因为我觉得因为观众是无辜的 就是观众 我我我还是希望就是就是这个观众们能能能能明白 就是呃 我们可能 我们可能非常期待 说这个有更有很多很多的强人出现 那能不能出一部经典的作品 但这可能确实呃不是一个必然 然后呃 呃就是说如就是尽量还是不去盲从 呃这个嗯 从我自己角度上讲的话 我觉得像这个 金语成先生他人生经历非常丰富 然后呃 然后这个花了很多很多年的时间 然后去把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当时的呃 呃 过往的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所见所闻以及经历 然后通过小说的形式 给他这个写写出来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很宝贵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 我觉得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原著 然后最近呢 他这个还有一个画展 在这个上海 现在正在正在展出 他这个上他就他在这个画展上 然后会把他记忆中的一些这个 过去的一些场景啊之类的 又画了出来 就包括他 嗯 这个记忆也不是说只是在那个 六十到九十年代 也包括一些近代的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说 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时代吧 就是我觉得可能 呃不一定是人多好办事 就是有时候如果你比如像刚才 像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编剧 那你在一个组里面 你这么执迷不误 其他人都不吃饭了吗 所以你为了你都说 你不为你自己吃不吃饭 你也得考虑一下别人吃不吃饭 所以那你就要去妥协 那但是 所以说不做教育这一行吗 也是一样 这一段杨哥可以后面 让我们那个就是也那什么印象 就是那那但是 但是可以选择的是 比如像金女成先生 他是自己写的一本小书 那么不牵着到别人吃不吃饭 他也没有想过靠这本书吃饭 但是呢这本书 他确实是大家反而可以去看 但是说就是就是比如说像像像像 比如说像我们做这个节目 就是说那这个事情现在是我自己去做了 那我就可以就是说是就是坚持说我要做一些事情 对观众负责 不管说我做的东西现在目前来看 是不是能够呃就是能能够能够这个起到一些真正的好的作用 但是呢是朝这个方向发展 我也没有压力 我不会说觉得 哎呀这个这个虽然说这个创业本身是有压力 但是呢和之前 就是大家你可以找志同道合的人和你一起来做一些事情 和之前并不是志同道合 大家就是为了挣钱来 你在这个你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如果要是派各色的话 可能你就会很有压力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不一样 所以所以就是说这个的话是想说 就是一个是大家作为观众 其实可能以后更多的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除美的过程 就是可能可能可能说你你如果说还是按照以前的那个呃标准 就好像就就说如果你按照以前的标准 说啊这是个名家大师 然后他他又找了很多的名家大师 是集大成的大作 可能反而是呃会比较中庸 但是如果说你去去去去那个去小的小而美的 去找就是几个人呢 或者一个人去做的事 哎可能反而反而会是那个呃更加的 他能够更加真实的把他说一些东西 这个是我的一个就是一个一个建议吧 其实我不完全同意啊 这个我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就是对比嘛 我就竟然就拿这个东西来来说嘛 就是排那个漫长的季节 我觉得他的功夫下的也挺深啊 那里面的群像就是调动的演员说 这边涉及到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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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场景组合整个这个这个剧情 他觉得也不是说就是他不可能是 剧本就一个人完成吧 他也是一堆人一定去推敲的 那么这样的因为你你现在毕竟还是有机会出现 像比如排流浪地球啊 去做这个风神啊 去去做这样 就是你现在能有这样的团队 但是团队的从从上到下呢 可能是是嗯 就是就是就是需要需要拎累一点 反正肯定挺累 新爽做这个东西又很累 因为你看他那个片子 我说那片头和片尾我都不跳 因为你去听的时候 他每一个主题曲 每一每一集的主题曲 每一集的片尾曲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那每每一个音乐 新爽本身原来他自己应该是玩玩乐队的 也确实很牛 从从绵遥到那个那个摇滚 到到各种各样的这种音乐 他每一集里面的那个气氛 他公布也吓到这个也吓得很深 那我是觉得是什么呢 就是说就是因为有有了这样的团队 你比如有风神的团队 你有了这样的团队 他们每一个底下也会带出来一堆人 逐渐的逐渐的 他们应该可 如果要是这里面能有正向的 就是这个这个市场反馈 我觉得呢就是好事 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个片子 我还有一点不满意呢 就是那个繁华 杨哥刚才说这部分 我也说说我的想法 就是说这个不管是风神 还是这个流浪地球2 还是这个消失的季节 就是他的这个 虽然说他就是 就像其实流浪地球 流浪地球这个系列的话 杨哥是有一定发言权的 他们在这个开始去做的这个过程里 其实还是挺艰辛的 就是曾经有一段时间 好像这个杨哥好像跟我说过 说导演吧还是副导演 他好像每天他要去清点人数 这人还在不在 有些人可能中间因为这个 觉得这个片就是不太抱以希望 然后就都不干了 不干了可能就走了 对但是他们现在成了 而且呢有良性的适当反馈 就是革命的虎苗嘛 这不就有好多种的嘛 就是这个我是想说的 像这个像不管是刚才说 《流浪地球2》 《消失的季节》 然后以及这个风神 他其实有一个这个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共通的一点 就是这个导演 他是要让观众喜欢的 就是他还没有到一个 就是说观众 观众就慕名而来了 观众你喜不喜欢 都没关系 都有 我都 就是观众已经不重要了 观众喜不喜欢 起码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制片人 包括说投 就是制片人 包括说投资方 都明白 就是说你必须得把东西 做得让观众喜欢才行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相对来说 其实反而比这个 已经很知名了 然后他其实就说 你观众更 就观众就说 哪怕盲从也已经够他 掐一次饭了 就这个是有区别的 这个就是我不喜欢 那个繁华的另外一点 就是繁华你除了剧以外 我非常不喜欢繁华的 流量运作方式 就是整个 他那个 这个宣传推广 这个 就是现在这种短视频 就像那个电影 那个销售的他那种 就各种的这种 这种无聊的热搜啊 就是这样子的 那个那个 那个拼这个CP啊 就是就是 就是就怎么说呢 因为我 我为什么不喜欢的原因 不光是我不喜欢这种手段 这也就意味着 这个片子能够挣钱的原因 是因为有大量的流量资源 在里面参与 那么实际上 也是一种垄断行为 也是一种行活 他最终就像这样的行为 都会排挤 都会占用 这种真的很用心的去拍片子 有可能我现在前期 没有太大 太大知名度的 这些人的作品 也就是意味着 就是让那个 另外一个 这个这个去做 这个这个 想去做 这个 这个 那个 那个那个消失的季节 这样子的导演 让他们的生存空间会 会会受到挤赞 你就像电影嘛 那个那个风神被 那个消失的他吊打 被被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样的东西 就是就是因为 参与 他宣发 参与电影宣发的 所有其他的这些 宣发方 他本身拥有大量的流量资源 包括抖音 包括微博 那么这些流量资源 在无底线的去推这些东西的时候 最终只能是给大家喂死 那最终的结果伤害的是 一吃不到好东西的 经常去看到 像经常看到死味巧克力的 那怎么办 我以后就不去看电影 那最终产生的结果 我最不希望出现的是这种 因为我觉得王家卫的片子 压根不愁别人去看 这个片子再怎么样去看 它也是精致的 对吧 然后你还要去弄这种 这样子的流量上 这个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这种流量宣传 这是我特别特别反感 确实确实 我觉得这一点呢 其实观众嘛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 观众自己可能也要负一定责任 虽然说这个主创啊 各种各样做这些事的人 他应该负责 但如果他不愿意负责的话 我觉得大家自己 可能对于这个市场 也要起掉 因为这个有这个主人翁的 这个意识 就是大家对 大家自己可以去 真正的去甄别一下 而不是说只要是大师的 我就看 只要他名不见经转 我就觉得那个 就是看都不看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能大家能自己去 因为说实话 像像比如肖斯的他 他并不卖座啊 最终也是靠口碑发酵起来的 对吧 你像包括之前的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欣赏导演的 另外一个一个一个 那个剧叫什么类的 就是就是那个 用坏小孩改编的那个 也是一样的 就是但是 就是怎么说呢 我的感觉就是 也还有一些 可能达不到这个水准 但是也有一定的 用心程度 但是最终 这个宣传有好多时候 实际上是帮到忙的 而且呢 我个人感觉 主创和宣发 往往是两套版的 这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就是比如说电影 也是一样的 我是觉得风神做得很好 风神的宣发很垃圾 对吧 就是前期 那这个片子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方法 做的还行 咱不说不 但是他的宣发很 就是这个宣发很成功 商业上很成功 但是我觉得 就是不好也就在这 嗯 起到这个 起到这个这个 这个大家的这个 印象效果 其实是 因为你去想啊 王家卫哪部片子 能够在票房上大爆 不可能的 你就像比如说 看诺兰的片子一样 无论你多喜欢诺兰 诺兰的片子 称实 你像今年的 那个那个 那个奥姆海默 都到这个级别了 他也就全球卖个十亿嘛 他因为 他本身不是走商业路线的 没有影迷 没有人 希望他的作品出来以后 去干到像阿凡达 像是那种 那富士兰联盟 这样的一个级别 对吧 这个才是一个 合理的预期 然后呢 说到这儿 我觉得我必须 我必须在那个 打断上样格 就是我觉得这一点 观众一样想明白 我说 就是现在说这个话 是为观众去 为观众去说 就是 就是名家大师 他他在火 他在厉害 你再 你再去 去 去跑 但是那 那确实是 名家大师的人生 就是你在 你在任文的影视市场上 你发现 对你确实 有价值的 然后你去看 你去支持 这个 这些才是真正是 最终是对你的人生 是有 是有注意的 虽然奥本海默 比如说像 像诺兰这样的 我觉得他要是 努马劲 他也能拍出那种 巨大票房的电影 但是呢 但是他其实 就是他有他自己 就是想要 做的一些东西 他想做这个东西 他自己内心深处 他肯定也有一个 目标的一个 一个观众群 我觉得这就是 他和他的目标 观众群之间 形成的一种 一种默契 所以这个 这种默契吧 其实 有这种比较体量大的 也有一些体量 比较小的小默契 就是希望 希望今后这个 就是国内的这个影视 文娱影视这一块 也可以形成 大大小小的这种 大默契 小默契 而不是说只是 只是一个 就是流量和火 就是脸豹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因为说实话 我们看到崇敬森林 到后来你看 那个一代重视 哪个都不应该是特 就是你哪怕 这拍得很好 他的票房也不错 但即使是不错的票房 也不可能像 风神那样 干到20多个亿 像是那什么 对吧 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 也是被骗过来 流量很多时候 他就是骗过来 很多人来围观 然后 但是关键现在的问题 就是这样子 如果你流量 一直这么样的骗 最终的结果 可能是把王家卫的 片子都给害了 对 王家卫自己 也是会过度的消费自己 我觉得这个 对啊 打个比方来说 我去看奥本海默 我一定不带我妈呀 但是我看那个哥斯拉 我可带我妈去看 对吧 因为我妈喜欢看怪兽嘛 但我妈肯定不愿意 动脑子去琢磨 那个原子弹 那个时间 可以结合一下 哥斯拉大战 原子弹 我觉得奥本海默 那个又研发出一些 就我觉得 就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就但是我们的宣发 可不是那个概念 我们的宣发 让所有人都进去才好 那么这种宣发 实际上是一个 就是它是恶性 偷知性消费的 你最终的形成的 那个市场是不健康的 大家一定要 一定要擦亮眼睛 这个我觉得王导也 王导可能也需要 擦亮眼睛 如果想成为这个 他没办法 宣发是不由他控制的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 控制宣发的 宣发一定是发行公司的 他也是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其实我们看起来 很强势的强者 其实某种程度上讲 他也是一个 他也是一个弱势 如果针对 针对那个 就是一个 他只可能在拍摄的过程中强势 他只可能是要求你去拍多少条 你状态不好 我不跟你过 对吧 我不咔 那你就一直拍 那我可能做的是过程中 一直不停的逼迫剪辑 那个什么 那这是他能做到的 但是这个片子 投资方决定 那个宣发是谁 这不是他的事 所以说到这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说一下这个爷叔这一块 就是觉得就是说 虽然在这个片子里面 然后这个王导也是 就是这个 用各种方式表达了 对爷叔这样的人的这种 出现的时候的那种感谢 不过呢 就是从这个真实的这个 真实的各种各样的案例 人生当中来看 就是可能我们 可能确实不应该太多的去 期待 期待说有一位这个 全知全能 全心全意 为自己服务的爷叔出现 就是说可能 像比如像这个王导 那他在这个和资本相 资本这个这个 在相处的时候 那在 在这个某个阶段 可能这个资本 就像爷叔一样 疼爱王 疼爱这个王导 但是说在这个 比如片子拍完了 然后 这个事情该开始 是把这个赚钱的方向 走的时候 那可能也是在这个 在这个 最终可能是消费了 这个王导 所以说 所以我觉得就是 就是这个 像这部剧 这里面的一些东西 就包括说 像这个年轻人在 看 也不一定是年轻人嘛 我觉得在这个 做事的人 就我本身也是一个 做事的人 就是可能某个阶段 也许 就是说人的心深处吧 可能都会觉得 要是有一个像爷叔 这样的人就好了 这就像是那个 这个女生的那个 爱情泡沫剧 就我们可能就需要 我们就想看 那么甜蜜的 那么一个 那么一个剧情 但是可能这个 这个真实的世界里面 问题可能还是 是就像那个 金语成先生说的 就是金语成先生说的 可能这个 真实的世界 它不是说这个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 归纳为 那个是渣男 然后那个是一个 大好人 那个是 那个是爷叔 问题可能非常的复杂吧 就是我 我觉得爷叔的塑造 前期的时候 演得非常好 有本唱演得非常好 这种这种气场啊 包括这个 什么都演得很好 但是我始终觉得 他那边的 那个前后的剧情的 这个这个 这个戏 的这个人设发展 你知道吗 包括一些细节 我觉得 我觉得有点浪费 人家这个演技 但是那个 别人 每个人的感受 可能不一样 但是我的感觉 是什么呢 我的感觉 就是这个片子里面 所有做成的东西 就是 就看不到 人在做成的过程中的 努力和脆火 就是这个 就是你能看到压力 但是呢 解决压力的时候 不是那个天降神兵啊 就是那个超出 凡人的智慧和机遇 就是这样子 就 怎么说呢 就是人家没把这当 励志剧拍 人家就是拍一些 情绪和情绪 那那也没什么 但是我是感 我不是那么喜欢 也就是因为 就是觉得 在这个方面的 可信度不够嘛 所以说我是感觉什么呢 我是感觉 反正我觉得 大家自己去想 这个真正美大的作品 它可能 它可能不是 不是靠 靠阎书一手 一手 这个给它栽培起来的 就是 但是说 真正有各种 各种阎书的这个 这个支持的话 可能就是 最终效果上 可能是 可能是一个就是 不一定是按着这个 各种各样的阿宝 自己的这个想法去走的 所以大家就是 自己去做一些 这个权衡跟选择吧 嗯 就是 我真的就是 这里面 骨子里面 我觉得家族馆 我最不接受的 就是这个片子里面 到处都是在讲 就是一旦你态度表开了 一旦机会有了 那一切都可以有 对吧 一旦机会没了 一旦条件变了 一切都可以没有 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觉得 特别 我是觉得 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 一句话 就这个事情 就可以解决 就是就成了 这个这事就成了 这个这个 就那什么呢 我的感觉就是 这个是 我觉得有点降字 很多事情 还拉长时间线去看 就是 我更喜欢拍凡人嘛 这里面他拍的 所有这些人 都不接近凡人 这一点是比较 头疼的一个事 确实确实确实 其实都是 都是感觉是 刚从那个 就是精神治疗中心 从刚刚刚刚刚放出来 有时候我的感觉 是是是 这种这种状态 你像他那里面 那27号 那个头 那个汪小姐的师傅 那简直是不失 就人间烟火的那种感觉 就是就是 挣到那个份上 没有人性弱点 这个觉得 我觉得人 人是一定要挣扎的 就像我 我总认为 金庸写的那个小说里面 我最喜欢的是 那个 郭靖最最喜欢 但我觉得最失败的 也是在郭靖的塑造过程中 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他的两个女人 选择过程当中 他自己没有任何 挣扎 就就让他只能选黄荣了 所以说我觉得 那个就把它 从一本好书 和一个名著之间 就就划分出来了 我觉得这里面也是一样 你每一个人都 不需要太多的 面对人性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 这种这种拷打 这种这种煎熬 就是这个 弄得太没意思了 太简单了 太轻松了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你你你 片子里面 永远都是在塑造 好像很紧张的气氛 然后但是解决这个气氛 最终成的过程中 真的都谁也被疼 没看到谁疼 这个反正 大家大家看了 就是这个这个 就是下下饭 就是看着爽一下 那我觉得就是像 像像样哥 作为这个 就是就是 其实人样哥 人生经历 还是相当的丰富的 就是我觉得 那作为样哥来看的话 样哥觉得就是说 那作为这个 正在做事的人 他应该期待的 他应该可 他如果 他可以期待的贵人 应该是 应该可能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 你的贵人永远都 就是这里面有一句话 他倒是说的挺好 那么就是 自助的 天助 我不是这里面 我就看窜了 看窜 走错 走错那什么了 那个昨天看 杜金年代 我也虽然也不是很喜欢 但里面一直的概念 就是你要什么 得你自己去抢 得你自己去争 你不能等着别人给你 那那那那 那比如说像像 比如说在做事的人 他可能就是说 就是说那那总是会有 会有一些贵人吧 我们都会都会听到一些 人跟人之间的贵人的故事 那我们不能期待别书 我们能期待什么呢 你的贵人有可能 不一定是比你高的人 你的贵人只是因为 你在那个时候 契合 然后能做成一些事情的人 打个比方来说 我认为我的贵人 很有可能是 是我父亲 或者我父亲 某一个朋友 那我 那比如说我认为 我英语学的好 有可能是因为某一件事情 所促成的那那并不表示 那促成的 就是打个比方来说 你如果想做生意 要做得好 你遇到的贵人 未必是生意上 全方位包裹你那个人 他不是说哪个地方 都能给你最佳 指导的一个人 那很有可能是一个 和这个巴干打不着的 就像那个 那个咱说 这个高山流水那种感觉 那有可能就是 因为某一些互补的东西 触动你某一方面的 这个能力 或者某一方面的想象 这都不好说 所以说我觉得贵人 既然贵人 贵人更多的是要看缘 所谓这个缘分 就是说 你自己努力过你的生活 你自己努力 锻炼你自己的能力 在某一个时刻 也许有一些 催化剂一样的人物 让你的能力 让在某一个机会下 能够突然之间 能够爆发 能够 怎么说呢 就一下让你能够 达到原来的效率的多少倍 那么这样的人 可能算是贵人 但这样的贵人 我觉得和能力 一毛钱关系没有 甚至有可能和 而且所谓的贵人 都是属于两个人程轨道 在某一个时间内 刚好可能这个东西 就是缘分 就是到那个时间点 也不表示你的贵人 和你一直就都能在一起 这个不一样 那也许是 也许不是 这不好说 所以说我认为 在这里面 我为什么不喜欢 这个感觉呢 就是耶稣也好 阿宝也好 耶稣为了后来 称赎阿宝 阿宝的境界 应该可能比他还高 但最终都选择是空 就是耶稣可能 还是执着一些 但最后也放下了 就是佛家里面的一些东西 他可能要去表现 那不管怎么说 两个人高的都不接地气 就是都没有经过 你自身的 哪一方面的 努力促成了 你能有这样的情绪判断 能有这样的 这个人性判断 能有这样的技术判断 都没有 对吧 我觉得杨哥说的这一点 我觉得特别的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好 因为我是觉得 就是我觉得 大家现在已经知道了 韩剧 以前的韩剧 很多的那种 那个那个 那个霸道总裁 爱上你的那个剧情 你如果看多的话 可能影响你真实的 现实当中的 这个幸福的生活 那如果 如果说你这个 在做事的过程中 如果你看太多 这种霸道总裁 霸道爷叔爱上你 可能真的也会影响 你真实的 这个人生的这个进程 你不能总指望 人家像神一样的 去救你 帮助你 你帮助你自己 但他刚好给了你 能够放大的一些机会 他有可能是个放大镜 你总要知道 人家是一个百科全书 或者人家是一个 这个金收纸 这不可能的 对吧 我觉得那个东西 实际上是 就是你是 那他凭什么 要这么帮你呢 他为什么不帮别人呢 那么这里面 我觉得我不满意的 就是那阿宝 他如果阿宝 能力那么强 他为什么只帮阿宝 他没帮别人呢 他打动他在哪里呢 没说 就是一种化学反应 对吧 那就变成一见钟情 不是一样的吗 这种没有选择的 就是这个 你可以拍的很美 但他实际上没有帮助 我觉得 我觉得刚才燕哥 说的这一点 就是如果 如果大家听完之后的话 我是希望大家 在遇到贵人的时候 可以真的能够认识 他是你的贵人 原因是你 不是他 你对他的感恩 是因为他给你的机遇 他帮助你促成 就像打个麻将 最后一张牌 你糊了 那张牌是你的贵人 但那一手牌 是你自己抓的呀 那一手牌 是你自己运作的呀 对吧 那当然如果你天分好 你可能上来 就缺一张牌 就糊了 那一下就完了 那咱不说啥 但是我觉得 大部分人都不是 一手抓了 就能添糊的牌吧 对吧 你大部分那个牌 你要糊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应该有规划 你是不是要努力 你抓到那个时候 然后贵人给你那一张 这个有可能的 当然杨哥虽然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 大家在遇到贵人的时候 大家也不要因为 就是说 那这样的话 那看来都是我自己的功劳 别人都没有帮到 我全是靠我自己 我觉得这种心态 也是不对的 就是你 我觉得这个人吧 就是还是要承认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 是不能成事的 你还是 我同意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 那个不尊重 我的意思是 所谓的贵人 他未必一定水平比你高 所以说要对所有人 都需要抱有这种 这种 这怎么说呢 就是不说虚怀弱骨 那样的话 感觉好像自己很牛 我的概念就是 那你要如果你指望 像耶稣那样的人帮你 那如果而是平常插鞋的 那个扫地的 你就可以不用理了 对吧 那对 那有一天 就是比如某一天 就是一位扫地的 扫地的阿姨 她说了几句话 点播了你 点播完你之后 我认为 我认为那也是值得感恩的 就是 就是他 人家实际上 人家把人家的一部分 一部分的这个人生智慧给你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就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 但是你认不认可 这个人是你的贵人呢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其实人的价值观嘛 他是不是你的贵人 也是你自己的价值观 那选择的一部分啊 所以说我觉得 怎么说呢 就是当了别人贵人 别把自己太大回事 如果说你这个眼睛里面 眼睛里面只有 只是认为像 耶稣这样的人 他是我的贵人 别人 别人如果自认为 如果达不到耶稣的程度 他哪怕帮了我 他也不是我的贵人 那可能 对我是觉得 这肯定是不对的 这是我觉得 那样的人不会有福气的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这片子里面 起码有一点表现的 就是你 那个那个 无论你这里面 把那个 那个谁 那个 那个宝总表现得多厉害 宝总对所有人 态度都没有太 太太过于 那个 那个什么的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不屑一顾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 这个 这个还是可以的 但是 实际上生活中 大家来说的话 每一个人的贵人都不一样 很有可能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 你的贵人 是你生命中的 一个拼图中 缺失的一块 嗯 嗯 对 对吧 无论这一块 它到底有多重要 嗯 它在合适的时候 你能遇到 那个缺失的一块 能够让你自己的人性 能够让你自己的 生活能够让你的情绪 能够让你的技能 能够更完整 这个就好 那么 但是你大部分需要你自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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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沉淀啊 你你需要你自己去沉淀 你需要你自己 没事 你你你去规划的 对吧 是你规划到那个位置 他缺了那一张 然后有人打了这张牌 你有贵人 但是你连在 那个那 你你你你你自己都没有 努力过 你就等着贵人 就像那个谁说说那个张良 当时人家那个那个 给他扔那个天书三卷 那那样子的 这个我觉得就就就扯了 嗯 希望2024年吧 希望2024年大家都能够遇到自己的贵人 但是希望说遇到的时候 你能够认出来 就这个这个是我给大家的期许吧 嗯 我希望 人生命中都会有贵人呢 嗯 对 对 对 样哥说的这一点确实是 就是就是其实每个人在人生当中 多多少少 他都是能遇到贵人的 就就问题 问题在意义 你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发现那个是你的贵人 啊 我觉得你刚才点那点很对 贵人不一定是高人 但很可能是高人 很可能 很可能是高人 但这个高这个东西 其实我是觉得 我觉得刚才样哥说那 说的那句说的那句话 就是什么是高呢 我觉得这这这就让我又又想起来 就是以前看了一个这个 就是样哥刚才说那个 就是说你人生当中 你自己缺的那一块拼图 就是这就让我 就是想着说 你之前看了一个那个 就是TED的那个 那个演讲里面 一个外国人 说的这个这个视觉 视觉这个是很 是很神奇的 就是说他讲了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说这个 呃 在这个澳大利亚 有一种甲壳虫 这个甲壳虫 他就非觉得 这个 这个只要是 这个这个 呃 公甲壳虫 就会觉得这个 呃 那种棕色的 个大 看起来比较肥的 就是这个 非常美的异性 所以呢 这个恰好 这个澳洲的海滩上 总是扔着一些 扔着一些个大的 棕色的 啊 很肥的酒瓶子 对 酒瓶子 就导 就导致这个甲壳虫 因此就 他就要绝肿了 就是说 他就 所以说这个 所以 所以样哥刚才说 就是说这个贵人 他是高人这一点 他这个高 就这个酒瓶子 这个酒瓶子 这么美吗 在人类的角度看 这不就是一个废品吗 但是 在这个假设的中 眼里看 这就是天下最美的事物了 所以这个 什么是高呢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东西 大家 大家应该有自己 一个标准 我 我 我觉得不看 我 我真的是觉得 而且我 我这人的成功观 从来不认为 你的财富多 你的事业 你的公司大 你的职位高 你就成功 这个不一定 成功是能够过到 你自己喜欢的生活 你把你的时间 能够放到你自己 相当于放到 你自己的爱好上面去 然后你自己 能够调控 你自己的心情 我是觉得这样子 也是成功的 对吧 新的一年 这个继续成长 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 现在这个时代 是会有很多的 这个挑战 会有很多的 一些这个魔力 但同时也可以 就是加速人的 这个成长 这是我个人的 这个感受吧 其实我是觉得 这个片子里面 我有另外一个感触 我是觉得 墨镜王给我的感受 是那个时代 无比美好 那个时代 有无数机会 那个时代 一夜就可能成 对吧 我 我就是我的感觉 刚好是相反 因为那个时代 既然都可能一夜成 那大家都会去 博这样的机会 你那时候买股票 不也都是疯的 那个当时他那里面 压了一个股票跳开 是因为当时期货 炒期货那批人 那个最后把期货的资本 都都都拉到 那个股票里面 跳开了几百点 我记得 忘了哪一年 那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就是实际上 在那个时代 那既然大家都这样子 你不这么做 才是一类 每个人都这样去做 那么实际上 就被火挟得很厉害 就是对吧 因为你也没有太多机会 给你去做别的 那我是觉得 像我上一次说的那样子 你现在已经 这个增长见顶 你现在的增长趋势放缓 你现在目前 已经没有什么大溜 可以 你买两个房子 能保证弄钱吗 不会 那十年前的时候 大家只要弄 脑子里面想 都一定是 怎么在北京 再买两套吧 对吧 我啥时候要 有个社会院呢 是不是这样子 那你现在 如果要是已经没有了 起码就是 这条路已经 不是那么容易走了 没有那么多资本 去拼命投到 那个互联网公司里面 去炒这个流量了 那好 你剩下的人 大概怎么活 那就各个活法了 不贵国家了 你也没什么可裹下了 被裹下就是别做 就这个 这个时代可能会 会裹下 就是说 你做你就傻了 就是 就那个时代是 你必须 你要是不炒股 你就傻了 现在这个时代是 如果你 你还努力 你还努力 不是 我这个 我鼓子里面相信 就是说 大家更多的说 这是你在公司里面 你自己做工作的时候 不用他们太拼命 其实我觉得 每一个人还都是 就是每一个人 都会努力生活 你玩游戏 你也是会努力 要升级的 对吧 我个人更鼓励的是 努力生活 因为努力生活以后 最终一定会反馈到 以后的工作 和社会环境里面 没有人不努力生活 但是这个生活 也同样是 就是你要 生活的标准 像过去 就是我房子面积多大 我有几辆车的话 那还是一样 对吧 我是觉得现在 可能就是有反差 这很正常 有困惑也很正常 有一些迷惘 哪个时代都躲不了 但是 每个人 每个时代的潮流的漩涡 其实都是很有力的 就在那个时代 在张哥说的是 可能那个时候 之前有点叫鼓风 就那个时候 就感觉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不炒股 可能真的 真的 你错过了几个亿呀 对啊 潘红眼了 当我们现在 回过头去看的话 那个时代 可能说 你真的是靠炒股 发家致富 成为大富豪的 可能反而凤毛麟角 但是说 那个时代 确实孕育出了 一波的 可以说是有实业的人的 是有实业家的 就是 在这个时代 大浪淘沙嘛 对 这个时代也是 就是他有 有一些潮流 但是呢 也许我们再过三十年 再看 可能恰恰是在潮流之外 可能他会 诶 这个你这么一说 我就忽然想起了一个事啊 就是你拿那个生物学 打个比方 就是那个生物 特别是浮游生物 水里面的生物 很有特点 水里面是属于氧气 含量高的地方 浮游生物生长快 这个东西 没什么可说的 就是你但凡能见到阳光 对吧 一定是氧气高的地方 浮游生物多 氧气含量高的地方 水分低 因为水分越高 氧气含量越低 所以说呢 极地的养分 是极度富裕的 所以极地的生态 正常来说 我们觉得应该想象中 极地的生态 应该是 就是 也是很丰富的 刚好不是 极地是属于 这种比如说林虾呀 或者咱们吃南美白虾 对吧 就各种 各种这样子的 浮游生物供养的 这样的 都是属于最大的鱼群 像比如说太平洋斐鱼 对吧 我们吃的那个 就是咱们管它叫青鱼 就是类似这种 它们都是极大的群 那一旦这个藻类爆发起来以后 这个群特别大 然后它供养的那个 那个捕食者 就是也是那么几种 比较常见的 我们能看到 比如说鲸鱼啊 什么这些 那么就是说什么 那它体量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你凡是在这体量之外的 都迅速被这个体量里面的 东西干掉了 对吧 它都是这个体量里面的 那么所以说呢 就是属于它的 生物质量极大 但是呢 种类相对少 但是你在我们能看到 那个属于 打个比方 特别漂亮的是珊瑚礁 对吧 珊瑚礁是氧气含量低的地方 这也是珊瑚礁 现在为什么容易死的原因 因为它本身氧气含量就不高 热带水域嘛 然后你水门再一升高 它是氧气含量太低了 就都死了 但是那个地方 因为氧气低 它无法供应大量的鱼群 那么既然无法供应大量的鱼群 你变成你的鱼群变大 并不是你的生存最大的优势 你多样化是优势 我们现在应该是 实际上是应该 我觉得是好 也算是好事吧 就是给 你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 是能够进行社会多样化 变化的这个机会 你之前你多样化变化 你看 因为你小工资会被急死的 对吧 大家那个就是 新的意见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 不知道了 可以再想一想 就是我觉得繁花 繁花不一定是 这个花一定是 它是那种绝美的 然后是那种特别 特别鲜艳 特别那个 就是盛大富贵 如牡丹花的感觉 就是这个 这个繁花真的 它可以有 也许有一些小野花 也许有一些这个 其他的一些 非常奇奇特特的花 但这个繁花的 这个繁花的这个世界 确实是就像样哥说 是一个丰富多彩 这样也才 也才更美 就是 就是这种 这种感觉 而这个剧的话 可能它这个 这个繁花 是有点像那种 各种各样的塑料的 牡丹花呀 玫瑰花呀 那种 那种非常精品的大花 然后做了这么一个花叉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 大家想看的 这个繁花的世界 可能是一个更加 自然的 那种 那种 那种丰富的 多样性的 那么一个繁花的世界 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吧 就是我刚才说 如果二十能已经叫繁花了 那它大概就单一 偏单一些 如果要你说那种野花 或各种各样的野花 那应该其实不会太繁 这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就是说 反而我觉得是个多样吧 这样哥一直也说多样性 对对对 繁多 嗯 对 也是 嗯 就是应该是 漫山遍野那样子的 那种感觉 就是是咱俩所讲的 它这个繁花给我感觉 就是 就是我能想到的是 满地都是那个 种的那个 郁金香啊 或者是什么 都是那个 那个薰衣草 就像这样子 这种感觉 剧里的繁花 变成了繁盛的繁 而小说的繁花 我觉得是多 是多样 那种那种繁花 对 虽然说刚才说了繁花的 很多问题 虽然说就是 就是这个 不管是王导的想法 还是说在 因为各种各样 原因的情况下 就是这个剧是 呃 变成了一个 就是大型摆拍现场 就是就是 但是呢 就是说 虽然说王导 没有让我感受到希望感 但是 我是觉得 呃 这个剧播出之后 然后它的这个影响 其实还是有希望感 虽然 就是我 就我 我不是要强行 强行这个 开始上高度 但是我会觉得 就是说 其实每一代 它还是有这个 有希望的部分 就我觉得这一部分 其实还是 还是挺珍贵的 尤其在这个 现在这个时间段里 就是我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就是说 嗯 就是 比如说这个剧播完之后 诶 我发现 比如说我也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跟风一族 现在开始去买繁华小说 去买那个 去买那个最新 最新款繁华小说 然后买的时候 发现这个 那个那个 就是脱销了 买了之后 这书就是看不着 得过些日子 虽然我没收到 但是呢 我非常见兮兮的 这好事啊 其实这些好事 我就见兮兮的 觉得这是好事 这个聚火了之后 这个很多人 去去看这个小说了 然后看这个小 其实要去看小说原著 当然一方面 肯定是有一部分人 只是因为这个聚火了 然后去面 想看看小说 装装样子 当然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 其中总会有一部分人 是真的是 他 他真的是想要去 就是 就是有一些好奇心 他想要去看一下 当时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对他现在 肯定会有一些 不同 每个人都会有 不同的一些启示 这个启示 对他的当 对他的现在 肯定是有价值的 有养分的 然后 我觉得 就哪怕是装 买书去装 也不见得是坏事 总比你去买 那个带大金链的装墙吧 对对对 这个 就是装也是分 这个也是有鄙视链的 然后 然后另外的话 除了这个书火了 就包括说 刚才说 他总还是拉动了一下 这个 这个黄河东路啊 和平饭店啊 等等等地方的一些 这个 这个经济 然后 然后这个 像 像一些 像 像这个 很多人会去 吃一些网红菜 那这对于 开菜馆呢 包括这个 就是他会 他都是有这个 就是促进 促进作用 就是大家看了之后 这个 享受 享受其中 但是说 我会觉得 就是 可能国产的 这个 很多的剧啊 之类的 除了这个在 在带货上 就是 就是 这个 这个 下工 下工 以外 就是我觉得 就是包括像带货 你看现在这个 花钱也是 就是我们在 就是说在这个 针对市场的时候 年轻人 是很大的一块市场 然后呢 就是这个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 其实说白了 还是 还是在看年轻人 就是说这个 像中年人 愿意给孩子花钱 也是 也是 也是这个想法 或者再有一部分 就是老年人 就是他的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医疗这部分 是现在目前 国内的这个 三大 三大市场 说这个剧也好 说这个影视作品 就是 好 一个 一个好的作品 它不应该 只是去 就是 透支 大家心中的 一些希望 就是说 我花钱 帮我年轻人 就是说 这个 去 这个 叫 黄河东路 然后去 去那个 去逛美食街 然后去 吃一些这种美食 他花钱买了 买了一些美食 但是说 对他的这个人生 是不是有什么 这个 启发之类的 我觉得就是说 咱拿那个 这可能 不是这个同类的 但比如像 像国外 像漫威这种 他哪怕 他哪怕是一个 就是一个爆米花电影 但是他看过 这个爆米花电影之后 我觉得对于这个 有时候 对于年轻人 还是会有一些 这个 启发 启示的地方 我觉得这种 我认为是 是好的 不是说 看完之后 行 跟生活是割裂的 你很美 你很好 但是呢 我唯一能够去 在里边 我唯一能够让自己 变好的地方 就是我花钱 我花钱买了一份 这个定胜膏 然后其他的 对 但我吃完之后 就能定胜了吗 就是这些东西 谁都知道 这只是一个 心理的一个安慰而已 就是 我觉得 我真的很 我真的很希望 就是说 很多的过来人 他肯定有 他的人生智慧 他能不能 就是说 愿意这个 后来的这个 这些人 给他传递一些东西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我期待的 我期待的更多的好作品 他应该也知道 什么东西 真正的是 真正的是这个 这个好东西 但是呢 他会觉得说 看这个剧的 这个目标观众 会觉得就是说 海参 鲍鱼 龙虾 都好的一锅端 然后那个 就吃 这就是好的 因为你关注 他会觉得 观众认的就是这个 更加细腻的东西 他可能觉得这个 现在这个 这个 这个复杂的社会 大家那个 就是目标观众 应该那个 就品不出来了 就是 王家卫 当年曾经 被王精 找人拿 那个 找小刘麻 再给 揍在医院 躺两个月 不就是因为 他谁都看不上吗 原来还有这儿 那我觉得是什么 他就是这个 强调的 就是实际上 他是有点不太 屌你别人怎么想的 但是呢 你拍电视剧 有可能要 所以说我说 实际上 王家卫 真的想要的东西 是和繁华后来的 那个宣发 所说的一些东西 实际上不是一个路子 我觉得一开始 可能就没往那方向走 他觉得拍剧 那那什么人看 然后他就 他就已经这么想了 那其实没那么 也没那么那啥 但是他就这么想了 大家还是看书吧 我觉得还是那个书里面 是对这个读者 是有这个 他会觉得 我觉得是这个 就是金玉成先生 在写的时候 会觉得 会有这个 能够品味出好东西的人 在写的时候 就有这个发心 嗯 嗯 对